在整個思路的歷程裡面 就先去找正當法律程序的定義跟內容 那它跟英美法的正當法律程序 是否有等同的認定的標準 那跑了以後呢 發現說 好像有的學者會認為一樣 有的學者會認為不一樣 那有的失智解釋也會認為一樣 或是完全不一樣 或是類推的概念 因此 這樣在整個正當法律程序 在一般而言的案件裡面 它是呈現是 它的內容跟定義性的部分 是屬於一個憲法未接的審查標準 是否違憲的審查標準 是被肯定的 這個前提是被肯定 那至於它是完全一樣 還是類推的概念 那這個就會有不同 所以在整個過程 大概是會導出這個概念 那再接下來就是土地徵收 那這樣的一個正當法律程序 放在土地徵收裡面 到底怎麼去看待它 那首先就是先檢討一下說 土地徵收在我國的整個程序流程 那我國的整個程序流程裡面 如果說按照整個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裡面 整個徵收的流程應該有徵收的前置程序 那徵收前置程序 因為土地徵收條例 是在我們的2000年開始制定 那到目前為止有經過兩次的修訂 就是2002到2002跟2012年兩次的修正 其中在土地徵收的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部分上面就有第三條 3-1 3-2 還有第30條 這個比較密切關聯性 好 那在程序 程序就是在徵收還沒有進去之前 在申請的前置程序的時候 有第11條 那第11條整個是一個 剛剛一直蠻有爭議的 是協議 協議架構的部分 那在這部分上如何去落實 真正的實質的協議程序 就會觀測到我們的整個案子 到底有沒有符合土地徵收的正當程序的部分 這個後面我會再補充說明 那再來就是 你會按照一個土地徵收計畫 許可的舉在一個 是不是需要舉辦一個公聽會 就看看有沒有符合土地徵收條例 第10條的相關的規定 好 那至於公聽會在這裡 是否有什麼樣的法律效力呢 在這裡可能有些老師會提出一些質疑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落實正當法律程序 似乎必須要把這個土地徵收條例的公聽會 他到底他的性質跟他的程序 跟他參與的人數到底多寡問題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明定 才會比較符合這個正當法律程序的概念 好 第二個程序就是 那如果說前面的協議架構不成的時候 就會進入了徵收的申請 好 徵收的申請 那徵收的申請的部分 就有第13土地徵的第13條的規定 還有就是土地法211 跟土地徵收第10條的規定 好 那這個程序過了以後 就會有什麼 徵收的一個核准的問題 好 那徵收核准的問題 在相關條例 第13條第二項的問題 還有15條的問題 他會有一個什麼 土地價格的評定的問題 那土地價格評定的程序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符合這個拘束力的問題 那在我文章裡面有曾經提到這說 他是一個內部的一個機關 那內部的一個單位到底有沒有辦法拘束 他的行政機關對外做出土地徵收的一個決定呢 那這個部分也有很多文獻在討論 但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說假設 本文的基本的意思是說 假設他在做程序裡面 程序沒有重大瑕疵的時候 既然你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 在處理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尊重這個專家委員會 所做出來的決定 好 那再來第四個 是徵收公告的通知的部分 也就是土徵17條的問題 那土徵17條的問題 在這裡一個公告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徵收公告的效率的部分 這個效率到底產生什麼樣的效率 我們說在那個圖示表裡面有做一個體系的分析 那這樣的體系分析 如果說在整個確定徵收公告的效率部分 就會有到時候公告完以後 要不要徵收的問題 如果有些人機關沒有去按照時間內去徵收 到底是要取消剛剛當初的土地徵收的這個處分 就是撤銷處分呢 還是說繼續在那裡 就像廖映蘭老師的文章裡所提的 這個是不是一個問題 那我們說現在目前實務的處理方法 是依照什麼 依照我們的行政訴訟法198條的情況判決來處理 但是這樣的情況判決到底有沒有過度的干預到 我們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財產權的部分 這個部分在我們的土地徵收的正當場地程序也會被檢驗到 那再來第五個部分就是徵收完成或是救濟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裡面有土徵21條的問題 那這土徵21條的問題這個價格 這個價格以從以前的三段論 就是三段的歷程過程 那剛剛那個張永健的那個教授已經有提過大概整個狀況 可是在這裡